时序入秋瑞瑞香的文旦又预计最快 在一个星期之后就进入采收期 那么华林县议会农政小组 也是出身在地的县议员林玉芬 针对了今年文旦又产销加工 特别召开了专案关切 县议员中肃镇金淑敏也都出席参加 那么对于目前文旦又外销大陆指纹楼梯响 至今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等待的农民是焦虑度破表 华林县议会农政小组 也是出身瑞瑞在地的县议员林玉芬 关切今年文旦又产销及家工作业 特别邀及中央以及县政府等上级农政单位 与地方农会各产销班班长干部 召开专案会议讨论 县议员中肃镇金淑敏也到场关心 而针对了今年文旦又渴望外销大陆 农民是高度期待 但眼看再过一个星期 温丹佑就要进入采收期 不过至今却都没有任何消息 农民高度焦虑 那边已经开始在上下了 到底有没有 还可以说你没有 到底 我们的福建没办 他们没有办法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为什么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情况 那叫我们福建 那不是我刚好说到 但是我们7月12日找到福建之后 但它其实在7月31日 跟我们说要调整福建合作 我们8月1号都发出去的 那包括我这两三个北京的问候 对方都问我说文件没有问题 县正福农业处长陈淑文强调 目前与陆方正密切联系中 除了外销大陆 农粮署东区分署今年度也开发外销新兴市场日本 提供农民文弹又外销的相关补助措施 那今天主规则是日版 那一样的我们给那个奖定五天呢 是有10块钱的是在供货单位 有1块钱的是给业者 那如果呢我们供货单位的包装厂 如果供货在交易业证的话 我们是另外再加1块钱 听取各农政单位针对近年度文弹又外销计划 以及加工作业 还有农民高度关注的文弹又外销大陆等议题 县议会农政小组提出相关建议 专案召集人县议员林玉芬肯定各农政单位的努力 也将全力协助农民逐步解决并强化文弹又的产销作业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对岸的出口 目前是没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让我们非常焦虑 那我们也责成就是县政府能够将这个讯息能够尽快的来定案 另外也就是针对我们所有各局处是 譬如说我们原住民行政处观光处 还有我们的环保局都能够提供相关文弹销售的管道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有多元的管道来销售 让我们的产品能够顺利的送到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灾害部署的部分 目前因为两千多笔的土地要会堪 所以产生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延迟 这个部分我们就责成相公所希望能够尽快来会堪 然后将会堪已经会堪完成的一千多笔的这个土地的那个文旦的这个 能够资料能够先送给县政府然后能够分批的来送给县府 让我们的农民的这个灾害的这个补助能够尽早能够发给他们这样 另外对于今年文旦又加工收购作业 文旦又肺源转做补助措施等等议题 各农政单位也详尽说明 至于农民所关切今年文旦又外销大陆是否能成行 新政府农业初表示 已经密切处理尽全力推动中 记者石玉兰 瑞士采访报道